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9月9号 这张照片是荷兰的ASMR 这家公司的一张照片 那这家公司呢 它最致命之处 独意外之处在哪 天底下只有这么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生产的东西呢 就相当于 举个例子了 相当于这个汽车 遭汽车的人 如果汽车没有车轱 就不叫汽车了 对不对 但是全世界都有很多地方 造汽车 车滚路 轮胎的 它做什么 它专门去做光刻机 它叫超 叫做超紫光光刻机 那光刻机是 我们知道是做这个芯片 专门刻芯片 所以它是做那种刻芯片的机器 那天底下就这么一家 所以做芯片 你得用机器做 而只有他们家能做得出来 没有第二家做得出来 那就像造汽车 汽车得有车滚路 那还好世界上有太多的地方 能做车滚路 如果只有一家能做车滚路的话 那就麻烦了 全世界有多少辆汽车都得找他们家 我们做了这么个比喻 在形容它的重要性 那它的重要 它就变成了 荷兰这家公司 直接遏制了全世界 有关芯片的生产的能力 和生产的精准度 以及芯片生产的 它的质量 它的高度程度 那它的机体的本身呢 也是来自于全世界 传合在一起的 所以这么一台机体 这家光刻机 ASML呢 我记得在几年前 跟大家分享过 它一年的生产量 几台 可能都到不了十几台 那当然它跟这个品种有关 跟它的光刻机 你比如刻5M的 3M的 7M的 还是这个2M 对不对 肯定跟那是有关的 所以它的 它的 怎么讲 它的精密程度 它的高端程度 不是靠喊口号 靠手工制作 能够做出来 不可能 那它这么一个东西呢 它就凝聚了全世界 相关的高科技的研究成果的一切 就汇集到它的机器本身上 那这就促成了这台机 这家公司的本身 有着大批的相关配件 相关的设计 相关配件设计 理念 以及它的知识产权的成分 是跟美国公司有关 与美国的诸多公司有关 跟世界上其他诸多公司都有关系 那我们就做个比较 那台积电 日本的 美国 台湾的台积电 它就是拥有这样的机器 在操作这样的机器 购买这样的机器 操作这样的机器 跟它的运作的水平 和加上它 融入它自己的 高科技的这种 知识产权东西 所以台积电就能够 刻出相应的光盘 对吧 三艾米的光盘 三艾米的芯片 它的成功率 比如说高达百分之七十八 九十八 九十九 那换一家公司 比如美国公司 想去效仿台积电的做法 它也把机器买去了 那它的成功率 只有百分之三十 二十五十 完全无法稳 就是满足市场的需要 那比如说辉达的 作为AI产品 GPU的很多产品 是要透过台积电 制造相应的芯片 制造相应的GPU 来满足辉达的要求 那辉达是 它跟它的设计本身有关 所以它就变成了 联维一体的 那在联维一体的 本身之下呢 那这家荷兰公司 就成为了基础 你没有生产工具的基础 生产工具的机体 你上哪儿去 制造芯片的这种工具的 机体 这种芯片用于 其他服务方面的东西 所以它是一个 在高端科技当中的 这么一个链条 一环套一环 这故事从哪儿出来呢 这故事从美国制裁的角度 所以美国颁布了一些制裁条款 其中相应的条款 就是遏制中共国 能够获得这种 ASML的机器 来对它进行的 在战略的角度来讲 在高科技的发展角度来讲 遏制中共国的发展 因为它涉猎的面太广了 也就是说 整个半导体的行业 恐怕都跟这家机体相关 那美国的制裁就很简单 从金融上 从高科技上 那这一家产品 对不起 ASML的 它的太多产品 融入了美国的 公司的知识产权 那美国政府就有管辖权 所以美国政府就有管辖权 对它的相应的 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产品 进行限制 对中共国的出口 这样就促成了 荷兰这家公司 想去把机器卖给中共国 就不可能了 对不对 就会遭到美国的制裁 那美国制裁 如果制裁狠了的话 它非要卖给 中共国这机器的话 那美国的相应的公司 不提供 它相应的产品的话 它连机器的本身都不存在 所以前后关系就这样 那制裁的条款 在9月7号生效 那对于中共国 今天的中共国 就打击太大了 对吧 那我们举个例子 它未来的发展 就像现在打仗似的 现在打仗都见不着人 全是无人飞机 成批的无人飞机 对不对 你见不着人这打仗 跟原来那个打仗概念 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在未来的 在现在 中共国被美国制裁 促成了全世界 高尖端的 这样的机器 这样的设备 不能够进入中共国的话 那要不了三年五年 那就全完了 那就根本就 那真的有可能 西方联手 将对中共国 采取某种 对中共来讲 致命的打击 这是有可能的 在物质上 物理上 就真的成为真实了 因为 它不需要人到现场 它只要需要这样的 高科技的东西有 就可以 那中共自己知道 有这种厉害 所以呢 面对这样的制裁呢 中共就提出了抗议 指责美国 对战略高科技产业的 新的打击 那我们这篇报道 是来自于 那个美国的 《喜闻周刊》 那这样的这种 这种抱怨的本身 代表对中共 就是相贵的 相应的条款 对中共打击的程度 深度跟它的那种广度 跟它的历史的 时间上的影响性 中共谴责说 美国在荷兰更新 对某些平板印刷机的 出口许可 要求之后 美国试图保持 全球的影响力 限制中共国对 旧的芯片制造工业的 这种做法 那是没错的 这里讲 就是芯片刻度机 光刻机 那美国采取这样的方式 来保护美国 保护西方社会 那来遏制中共国的发展 这就变成了它的正当性 因为对中共说不 这是上升到一个生命正义的问题 而不是科技发展的问题 而中共的谴责 只能说是在科技发展上 在市场战友上 去谴责美国 那他呢 并不敢说 我信共产党就是魔鬼 所以你是人 人造的机体不能给魔鬼使用 他肯定不会这么讲 所以那他讲的力度的基点呢 就反映出 美国社会也认为 中共国本身 它代表的价值观 已经超过了正常 人的行为 人性的标准 那带来的危害 是毫无止 就是没有任何止境的 没有任何约束的那种危害 那他当然就不给 所以共产党是害人的 那人造的东西就不能给共产党 其实说白了就这么句话 那光刻机呢 是美国荷兰的 ASML的 它的最主要的产品 必须向荷兰政府申请 叫深紫外线 光盘刻印刷系统的 出口的许可证 光刻机的许可证 这类工具 用于生产跟使用 极端紫外线 它叫极紫外线光刻法 是有着不可代替的 对半导体的事业呢 产生了绝对影响 那这 而这个东西是 今天最尖端 最顶端的东西 那中共国呢 没有办法进口 这个东西 靠偷渡 靠 它都没有办法 因为 它就那么多 每年 每年能 就是多长时间 生产出一台 中共国商业部 星期日表达 说荷兰的做法 美国 中国对此表示不满 所以就像 就像这个 这个 这个 中共国在过去的时间里 要在世界各地 特别是台积电 囤积 相应的芯片 是类似的 但是 如果光刻机 都不给它的话 那囤积就变得 没有 没有 就解决不了 对不对 你解决不了一个 日常生活 新法规 9月7号生效 直接适用于 叫做 深紫外线 半导体机械设备 那这种设备 生产更小 更强大的 半导体电路 是至关重要 它有它相应的系统 那这个 这个东西呢 就是 我们一般讲 是芯片了 那ASML 是中美 有关 高尖端 战略 争夺的中心 这是全世界 唯一一家 能够生产 叫 集 紫外线 光刻机的公司 而它的产品 适用于 从电动汽车 到导弹的 所有 广泛的 技术先进的 微芯片 我们就通常说的 三到二 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精密 中共国商业部 批评 华盛顿DC 其实有关 出口管制的问题 它代表今天的 拜登政府 对中共国的 这种强制的态度 强硬态度 这是非常明确的 美国要维护 其霸权主义的战略 美国维护 霸权主义的原因 就是遏制 中共魔鬼的扩张 这个 这个是 其实前后对应是这样 对全球半导体 供应链的稳定 造成严重威胁 损害 企业的合法性 而这个 企业存在的 本身 在正常人的环境中 它就是 不合法 有关 产品供应链的稳定 是掐断了 对中共国的供应 而 ASMR在 星期四的宣告中 它就淡化了 所谓的这种监管 它说 这是一种 技术性的变化 该报告 不会对 2024年的财务 险阱 产生任何影响 也就是说 这种 这种东西 因为它太少 对吧 大家得排队买 所以 遏制中共国的发展 并不会影响公司的发展 所以公司不参与政治 只说我 保住我股票的价值 我没问题 美国越来越遏制 中共国在超级 计算机 跟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 出于国家安全的担忧 那华盛顿呢 对台湾 荷兰 所有与半导体供应链当中的 关键伙伴 都加以施养 禁止他们 把高端的芯片 能够给予中共国的机会 所以这里面 他就提到ASML 它的整个系统 大规模的依赖 美国技术 很多内容 是直接来自于美国的 而且要获得 美国的出口许可证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那ASML 就有点像 美国相应的 高科技出口许可证的 相关的产品的组装的地方 它代表了一种 整个高科技的水平 因为配件的水平 是高科技的水平 那荷兰对自己的控制 是负有责任的 ASML 必须直接向它的政府 拿到出口许可 而美国的出口许可 直接促成 ASML 必须取消 与中共国的相关合同 那荷兰部长呢 荷兰贸易部长 曾经谈到相关内容 他也提到说 中共国对光刻机的需求 造成了国家安全的担忧 就是 凡是这些都是对中共国的 国家 就是国体的品质 国体的性质 它表示不接受 2023年 中共国 占ASML总收入的29% 其实它相当高 2022年 占14% 拿走了相应的东西 那中共国指责 美国实施技术封锁 威胁要限制 这个稀土等元素 其实这些限制本身呢 它很难做到 如果它限制稀土的话 那就会造成整体的 一种衰败 那如果它限制了稀土 就会对它的 能够获得芯片的机会呢 就额外芯片的机会呢 就更加渺茫 所以这是一个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而这个故事的本身 就取决于中共国自身的态度 自身的态度 跟它自身的是否能够改变 很显然它不改变 美国政府是不会改变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